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南部 我们的一个工厂里面发生大火 有许多的这个工厂的员工呢 葬身火箍 同时呢 也有好几位殉职的消防员 所以故事超人 这一个礼拜 自己的黄瑞人好故事超能力 以及我自己的脸书呢 我就不太会去更新什么太多的事情 虽然我的日子一样在走 然后很多的生活一样要过 然后我还是有很多 必须或者是 他本来就很欢乐的场合 可是我自己用静默一个礼拜 来对这些殉职的消防员 甚至于包含这个 在工厂里面呢 这个尽责的这些员工呢 表示哀悼 当然我不是很希望说 在这样子一个中秋节 大家团圆着日子 来谈这些哀悼的这些消息 可是呢 我也真的觉得 大家千万不要今日共济 明日忘记 事情才过一个礼拜而已 你可以看到电视新闻 几乎也就不太报了 大家可能很多人 你现在在考虑 你也忘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怎么说呢 我现在心情其实很复杂 大家能够欢乐 能够团圆 可是你知道有好多人的家庭 其实他没有办法团圆的 那也包含有很多的消防员 过去很多在重大事故里面 罹难的消防员 到现在你可以想想 他家人的心情 看到大家在团圆的时候 这些家人 其实内心是很沉重的 因为跟自己的 担任消防员的家属 永远不会聚在一起了 所以我今天做这一集呢 我不想要用平常的一个 做节目的方式 当然我自己本身就有些节目 可以放在今天播 可是我今天特别想要做Delay Live 刚刚我也在户外 我在新竹 我也拍到了今天的月亮 月亮确实据说 这几年最远 那你下次要再看到这颗月亮 是14年后 我拍了拍照片呢 当然看到月亮代表的团圆 那但是我又想到一个礼拜前 发生的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内心还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不过一个礼拜过去的 我觉得人真的要往前走 所以我今天这一集节目 到底要怎么做 就是要做什么样的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直辈子 今天的直辈子 本来应该是我跟陈诗慧老师 一起的节目 但我觉得今天是中秋节 我特别把这个节目的往后移 那我自己做一档这个Delay Live的一个现场节目 让大家在今天中秋节结束之前 我待会弄完 我可能我不确定几点可以播出 Maybe 10点半 Maybe 11点 然后大家睡前的时候 来听听这一集的直辈症 那我后来就决定这样子 第一个我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中表示哀悼 或者是难过 其实也对这个死者家属 或者是这整个事件也没有什么帮助 那我后来想想 好 我决定做一件事情 昨天是9月28号 今天9月29号 昨天9月28号的时候 教师姐 其实我当过很多地方的老师 包含大学 然后各位可能不晓得 我曾经在国防部的单位里面 也担任过老师 有曾经连续三年的时间 我在国防部的单位 有一些机密资讯比较敏感 我就不特别提 但我要跟大家讲说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在做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训练 那我是里面的一个外聘的一个老师 那细节内容我就不多说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们部队里面的这些军事官 真的都非常优秀 那在这个三次的这样子的一个 三起的一个训练当中 都有很棒的产出 那我现在就想要借由这个三次的产出 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的 大家知道 大家今天烤子肉 然后抬头一望 就是月亮 月亮如果说你有看故事超人 把自己活成好故事 如果你现在看到月亮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 我书里面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愿景 如果是人的一生的话 就是梦想 那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借由这个台大家授 也借由一些知名管理学者 来告诉大家 叫做愿景就是天边的月亮 梦想就是天边的月亮 那为什么要用月亮 我觉得用月亮的形容也很好 因为当你失忆的时候 当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当你在夜晚迷失路的时候 至少有月光会引导你前进 所以我今天看到月亮的时候 我就想到梦想 那也正好 我带过的这三起学生 在他们的整个研习活动 这个训练 非常高强度的训练里面 正好有三首歌的产出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 把这三首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也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都是素人 都不是音乐人 都不是艺人 但是他们创作的作品 真的是很有意义 我觉得超棒的 那很可惜 因为也是因为他们不是艺人 也不是音乐人 所以这些歌曲 并不会正式的被publish出来 那身为老师 我觉得这三首歌 正好代表他们的心境 也代表过去那三年 我对于国家教育一群军人的时候 我的内心的一些写照 正好也都跟月亮有关 因为这几首歌里面 都会跟梦想有关 我先来介绍 介绍第一首歌 我就按照时间序 时间发生的顺序 把这几首歌慢慢地介绍出来 那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一边考肉 可能现在 我不晓得十点多 你可能不会考了 可能有人考到半夜一两点 或者是夜班你继续考 或许你可以听这个节目 搭配的这些歌曲 轻快的歌曲 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些歌曲 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力量 第一首歌叫做 说好一起走 作词是宇凡 作曲是宇凡 作词是宇凡跟光衡 演唱是宇凡光衡跟伟成 我稍微简单念一下 这首歌里面的中文歌词 然后等一下我就会进这首歌 让大家完整地听完 每一首歌 今天我们会播三首歌 好 这首歌一开始是这样子 我看一下这个内容 好 灿烂的星星 我在你左右 我在你左右 展开双翼 飞出困境 做自己 我听你到底 好 大概就是这首歌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因为这首歌我没有那个握的档 所以我念起来我是看着这影片来念的 这个文字内容 稍微有点卡一卡 后面第二段是这样子 当我再次漫步找寻 刚下的身影 才发现我早已 满山泪涕 风呼啸过 你紧握着我双手 我在你 逆着风 我在你左右 展开双翼 飞出困境 勇敢做自己 我挺你到底 我挺你 OK 好 这个大致上 就是这首歌的一个内容 那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就是那种 革命情感 然后呢 大家互相相挺 然后那种同袍之间的一个友谊 因为我想到 我们的消防弟兄 真的 你可以 你现在在家里欢乐 然后屏洞那个分队 那个 你知道那个 分队长我那时候听到那句话 我就好难过 他说 我的弟兄都走了 只有我 只有活下来 因为一个指挥官 他可能必须站在一个 指挥的角色 所以在活场的现场 他可能没有办法冲锋陷阵 他所有的第一线的弟兄 全部都走了 只留下这个指挥官 你可以想象那个感觉 大家那个弟兄同袍之间的感情 然后我们一起互相挺 走到最后 但这个小队他最后没有 不能够 就是差一点能够全身而退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无情的火场 好 所以 没关系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呢 透过这首歌 谢谢他们 然后感受一下他们的同袍之情 然后呢 也祝福他们任务完成 一路好走 来 我们来听这首歌 说好 一起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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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看现在2023年 这已经有将近六年的时间 我重复拿出来温习一下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一群 不管你现在是职场也好 或者是在机关单位也好 军人也好 警察也好 消防也好 我们有时候我们往梦想的前进 甚至在公司都一样 都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跟着你一起走 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 这样子一个说好一起走的感情 好 接下来我要介绍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叫做感梦 这个词是有力争的词 我简单的来把这个词稍微念一下 梦想紧握在手中 勇敢奋力飞翔 希望在手中就不怕困难 勇气已经冲破理想 希望种植在心上 我们尽情地翱翔 努力地曙光 开启一道光芒 梦想主张 舞出力量 心中的信仰支持我方向 糖冠心心闪耀着光芒 限制和理想我都不放手 他扬起反掌舵起航 Remember we live that we choose 天上流星许下了愿望 天使张开翅膀给我力量 坚持感梦就不怕难 各位这一首歌叫做感梦 你可以感受到这一首歌 它其实在鼓励大家 你要有那个梦想的力量 只要感梦 其实你可以看看歌词里面提到的 希望在手中就不怕困难 勇气已经冲破理想 我们常常讲说 梦想是风云的 理想是现实是骨感的 可是一旦你有勇气 其实你不管是你现在是骨感 还是你未来是风雨 还是你已经风雨了 只要有勇气 你就有机会往前冲 希望它种植在心上 所以它可以让你尽情的飞翔 心中的信仰会支持你的方向 这首歌词的意境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再让这一群同学呢 唱起来我真的也真的觉得 这一首歌超级超级激励我自己的 我也邀请你来听听看 今天我们就不啰嗦 我们接下来听的第二首歌 就是感梦 Zither Harp 梦想紧握在手中 勇敢奋勇敢奋勇敢奋力飞翔 希望在手中就不怕困难 勇气已经冲破理想 希望终止在心上 我们静静的遥想 努力的曙光 开晴的光芒 梦想助长无处力量 心中的信仰支持我方向 唐冠星星闪耀着光芒 现实和理想我都紧握不放手 太阳几帆长躲起航 希望终止在心上 我们静静的翱翔 努力的曙光 开晴的光芒 梦想助长无数力量 心中的信仰支持我方向 唐冠星星闪耀着光芒 现实和理想我都紧握不放手 太阳几帆长躲起航 Thinking in your heart 思访多艺队 念我自己决定 我自己决定 如果真的能把你满刀资 Zither Harp 刚刚大家所收听的这一首歌 就是感梦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这首歌也一直放在我手机里面 偶尔我在开车的时候会放出来听 这是一群很可爱的学生 在我这个班队已经进到第二年的时候 他们听到第一年的学长 做出惊天动地的 跟我一起走这样歌之后 他们很认真 其实后来我都忘记 学生每一期到底做几首歌了 因为我的资料夹已经都被塞爆了 然后各种的MV 然后各种的歌曲 其实每一年他们的产出都非常非常的丰盛 那我再告诉大家 那真的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就跟大家关在那边一个月的时间 从事各种的这样子的创作 那也真的很感动 而且真的我们就进录音间 然后把这些歌曲 就是透过各种鬼才 这些单位里面太多鬼才的 弹吉他的 弹钢琴的 做词曲的 剪片的 哇塞 那就真的很认真的把这东西做出来 那一直到第三年的时候呢 有但是一首新的歌曲 叫做《向梦飞翔》 《向梦飞翔》的歌词很简单 可是它一样 也是一个一首很有力量的歌曲 我们来听听看 那我先把这个中文歌曲 歌词呢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许还有很多未完成的梦 那就记录所有的感动 每个人都应该永远 勇敢去追梦 让希望感动 永远刻画在心中 可能曾有过遗憾 也许迷失在黑暗 希望点燃的梦想 我们迎向了光芒 希望点燃的梦想 我们向梦飞翔 我们会向梦飞翔 好 这是他的一个中文歌曲 是不是也很具有力量 他是不是也提到了 你可能还在寻找希望的曙光 但是你的泪水 它会成为你的力量 痛苦 它可以使你成长 我们会坚持守护最初的梦想 他是不是也提到了 可能有过遗憾 也可能迷失在黑暗 希望会点燃梦想 我们迎向光芒 或许一个礼拜前的这场事件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悲痛 也或许让我们有机会好好做一些检讨 然后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可是人生所有的路都必须往前走 我们或许可以在这个礼拜 或者是这几天当下慢下脚步来 好好的沉浸 好好的陪着家属 好好的去检讨这个事件 可是人生还是必须往前 我不晓得我的节目有没有机会 把这样子的这个节目的内容 这一集的内容传递给当事者的家人听 我向宇宙许愿 这一集能够给这一场里面的失事者 然后这个罹难的消防员的家属能够停 因为我一直希望 我这个礼拜的静默 我选择了把我的头贴变成黑色 我选择这个礼拜 我不贴任何的文章 我陪着你们一起感受那个痛 可是一个礼拜过后 我期待我们可以一起走出来 我们一起要让自己更有力量 可能离开的家人 不会再跟我们一起吃饭 不会再跟我们一起赏着明月 没有机会一起吃月饼 吃柚子烤肉 可是我相信他们走了 我们留下来的人 一样还是必须拥有力量 一样还是必须能够面对这些 曾经有过的黑暗 曾经流过的泪水 不只是上礼拜的事情 过去这几年太多类似的事件了 尤其是为了执行公务 因公殉职的所有的警销人员 我真的真的忠心的向你们说声谢谢 但是也忠心期盼周边的家人 能够走出那个阴霾 还是必须认真地活下去 还是必须在充满泪水的 你觉得的暗黑世界里面 找到了你的希望 点燃梦想 所以我今天特别做了这一集 虽然做的 其实是有一点 哀痛哀伤 但是我用了这三首有力量的歌曲 期待这三首有力量歌曲 能够帮助 曾经被陷在这样子的意外 或者是自己的失败 或者是自己的痛苦当中的人们 找到自己的力量 最后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首歌 这首歌《向梦飞翔》里面的结束 我后面就不再做ending了 也期待《向梦飞翔》 能够带着大家 继续地往你人生的梦想 往你人生的 在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明月的梦想的引领之下 继续往你人生正确的道路 适合你的道路前进 今天这一集就做到这里 那也期待 大家今天有一个非常棒 非常美好的中秋佳节 能够团圆的很开心 不能够团圆的 我们继续向梦飞翔 我们继续向梦飞翔 是我的力量 痛不能使我成长 我会坚持守护最初的梦想 也许还有很多未完成的梦 那就记录所有的感动 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去追梦 让希望感动 我们继续向梦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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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رج生活OhAim很悔的 我们继续向梦飞 走在迷途的路上 选择踏向了梦想 逆风飞向寻找希望的书歌 泪水是我的力量 痛苦能使我牵脚 我会坚持守护最初的梦想 也许还有很多未完成的梦 那就记录所有的感动 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去追梦 让希望感动永远刻画在心中 可能曾有过遗憾 也许迷失在黑暗 希望点燃了梦想 我们迎向了光芒 希望点燃了梦想 我们会向梦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将在节目中找时间回复您的信件 详细的地址资讯 请参考节目资讯页